朋友们好 我是李医生 有数据统计 目前中国阿尔兹海默症 也就是老年痴呆症的患者 超过了一千万 非常庞大的数字 说到预防老年痴呆 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 多吃健老的食品 今天李医生为大家推荐三款 健老食品 不仅有效 而且不贵 首先看第一款黄花菜 黄花菜被称为抑制菜 它含有丰富的磷子 可以滋养老细胞 改善记忆力 中老年朋友和儿童可以常吃 帮助改善我们的记忆力 促进大脑的发育 但要注意的是 黄花菜里面有内秋水碱 生吃会引起中毒 所以新鲜的黄花菜 一定要经过超炭 反复浸泡 多次换水 才能去除它的毒性 你医生建议大家呢 最好吃啊 干支的黄花菜 相对来说呢 更为安全一些 第二种呢 肠豆 肠豆当中含有多种的微量元素 比如 钙 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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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物质呢 对滋养神经和脑部细胞 调节新陈代谢 都有呢 一定的帮助 肠豆呢 含有大脑和神经组织的重要组成成分 凝脂和丰富的胆碱 能够增强人体的记忆力 但是要注意的是啊 没有主食的肠豆当中 含有呢 潮菜减肝 也可能出现肠豆中毒的情况 所以呢 要喷调熟透之后 再使用肠豆 最后一种 线菜 补充叶酸也有助于补老 在日常的蔬菜当中 线菜的叶酸含量呢 是很高的 在绿叶蔬菜里面 也是敏烈前茅 中老年朋友呢 平时可以多吃一点线菜 有助于补老 但是也要注意啊 叶酸怕关 怕热 不稳定 最好呢 能够现买现吃 另外呢 不要高温烹调 好了 朋友们 以上的三种 健脑防吃带的食物 大家都记下来了吗 看完今天的内容呢 请帮你医生 在视频下方 点赞 订阅 点亮旁边的小铃铛 同时呢 把它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更多的人收益 好呀 我去下方的便宜 温烹调 坝里